提摩太后书 第三章第一到第六节 我们上次已经研究过了 就讲到末世危险的日子 你有没有记得 耶稣自己也提到他再来之前 在世界末了的时候 只因不法的事增多 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的冷淡 你一定也会记得 保罗在多灵多前述书三章 就是爱的诗篇吧 你对照一下 就会知道这些末世危险的阵仗 正是和爱的一切表现相反的 爱是很久忍耐又恩慈 但末世的病争是性情凶暴不能自冤 无情情不解冤 爱是不嫉妒不自夸 但保罗在末世的为难的清单当中提到的 人要自夸 狂傲 网独 弟兄姐妹 你可以这样去对照一下 一定会有很多的启发 在上次所研究的圣经当中 这个第一句 最后一句话的 我们还没有比较仔细的研究过 第一节怎么讲 你该知道 我们说这是一个吩咐 这是一个命令 我们应该知道 我们必须要了解末日的危险 尤其是传道人 要提醒信徒 也要求自己防范这一切的危机 进入到教会 和进入到自己的人生当中 不要因为无知而灭亡 也不要明知故犯 不要因为世界的黑暗 而灰心消沉 上帝早已就预知 所有这一切 而且上帝仍然掌管这一切 大家注意 教会当中 有没有人受到了世界的感染 受到了他的影响呢 特别是自己又如何 所以 你该知道 我该知道 不是说 可有可无 这是必须要知道的事情 你其他的学问 其他的知识 缺少一点 可能危险还没有这么大 但如果在这一点上 不了解 那么危险可大了 再看最后一句呢 这里说 这等人 你要躲开 我们说 不要沾染罪恶 这是明显的 也不要与这些 有恶劣品责的人 为伍作伴 除非是 为了抢救生灵 和为罪人工作的需要 就不要把自己 自身在 容易受试探的 环境当中 这里特别是指着 教会当中的 情况 我一再地强调了 这里 这段圣经 特别是指着 教会的情况 当然 我也已经指出 如果教会是这样 那社会的光景 是可想而知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 第五章第九节提到 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 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 此话不是指着 这世界上 一切行淫乱的 或贪婪的 勒索的 或拜偶像的 若是这样 你们除非离开世界 方可 但如今 我写信给你们说 若有称为弟兄 是行淫乱的 或贪婪的 或拜偶像的 或辱骂的 或罪咎的 或勒索的 这样的人 不可与他相交 就是与他吃饭也不可 同一位保罗 在帖撒罗尼家后书 第三章第六节 就提到弟兄们 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吩咐你们 凡有弟兄 不按规矩而行 不遵从我们所受的教训 就当远离他 另外第三章十三节又讲了 若有人不听从 我们这信上的话 要记下他 不和他交往 叫他自觉 羞愧 但不要以他为仇人 要劝他辱弟兄 而爱的使徒约翰 在约翰二书第十节 也这样讲 若有人到你们那里 不是传着教训 不要接他到家里 也不要问他安 因为问他安的 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 从这些经文看来 躲开 就是提摩泰 后书第三章 第五节所讲的 躲开这些人 不接待传异端的人 不和明显公开犯罪人交往 既是为了避免 受到他们的不良影响 也是 不因为与他们交往 而被那些不明真情的外人 所误会 或者是被这些不良分子 利用来 扩大他们的影响 而在提摄罗尼加的 这种措施 看来是属于教育性的 以及属于教会 几率性的一种惩戒 他们有措施 不当之处 但是他们还是弟兄 不是什么 真道和教会的仇敌 我想我们不应当要 混淆这两样 保罗似乎有一个习惯 在这封书信当中 他在论述了一些问题的现象以后 总是举出一些例子来 做说明的 有的是作为榜样 比如说阿尼瑟佛 有的是作为间接 和警惕的反念教员 就好像飞机炉 黑摩奇尼 徐尼奈 斐利土 现在从三章第六节 他就说 那偷进人家 牢笼 无知妇女 正是这等人 这些妇女担负罪恶 被各样私欲引诱 常常学习 终究不能明白真道 从前 亚尼和响比 怎么样抵挡摩奇 这等人也怎么样抵挡真道 他们的心地坏了 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 然而 他们不能再这样抵挡 因为他们的愚昧 比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 像那两年一样 在我讲解这段圣经之前 请大家听一首歌 虚空美梦 许许多多的人 有的时候包括教会里面的人 在这世界上 其实是世界的午夜 但还在做白日梦 为自己梦想这样梦想那样 梦想小黄果 梦想要得这样的量 但其实都是虚空的 像保罗在这里所提到的两个人 或者像那些偷情人家 牢笼 无知妇女的 都是如此 梦 有一天会破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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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的空气没能够写的沉默 不快来与我心疼 在应当防范和躲开的人当中 有一些就是上述的 爱宴乐不爱上帝 有敬虔的外貌 却背了敬虔的十亿的人 他们可能以探访 或者是为别人查经为名 潜入别人的家庭 蒙蔽一些易受欺骗的妇女 或者是进行诈骗钱财 或者是进行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这样的事情今天仍有发生 不能不加以注意 虽然男女受受不轻的时代 已经过去了 但在所谓性开放 婚姻家庭制度极其混乱的今天 男女之间的光明磊落 以及有一定界限的交往 仍然是应到注意的 特别是对传道人 青年传道人 不要关了门 单独的和一个已婚 或者是未婚的女士同在 避免受试探 或者去试探软弱的女性 而对于传道 或者什么传授知识为名 进行暧昧之事的呢 更加一个防备 这些人有些能说会道 精欲其外 败须其中 他们用属灵的外衣 掩盖他们罪恶的目的 牢笼控制一些无知的妇女 我们说当时保罗的时代 有些知识派主义的人 就是这样的 今天所谓上帝的儿女 这些邪教呢 也是如此 我们说这就是事物的一半 此外呢 这些妇女本身呢 也是有问题的 他们的心中呢 装在着许许多多的罪恶 又受邪情恶语的摆布 他们可能以爱慕道理了 喜欢讨论教义为名 但正因为心中不正 尽管常常学习 保罗说 终究不能明白真道 这种所谓查经也好 谈道也好 其实只是想填补通虚的心灵 像是茶话会交易活动而已 但比这更危害的 这种假惺惺的传道者 或者是慕道者呢 往往就一拍即合 非但生活暧昧 而且蕴染一些 抵挡真道的事情 这就危害更大了 保罗举到雅尼和响比 抵挡摩西的事情为例 这两个名字在圣经当中呢 只有在这里提到过 但在新旧一圣经 著作的间隔时期 也就是在有四百年之久 有大量的犹太的典籍 两页相比的名字呢 就经常的出现了 他们的角色也不同 但现在一般的解经家呢 认为他们是一些熟师 摩西在法老年前 传达上的命令的时候呢 他们就抵挡摩西 破坏他的工作 也有人呢 认为他们是跟着以色列人 一起出埃及的悬杂人 经常鼓动以色列人 发怨言 攻击摩西 又有这个书上说呢 他们是闪动以色列人 吸迫鸟人 造金牛犊的首领 但不管怎么样啊 他们已经成了 破坏上帝旨意 攻击上帝真仆人的代表人物 这是很清楚的 但因为他们心地是败坏的 在真道上呢 是可废弃的 他们的工作呢 也就必然站立不住 可以欺骗少数人 于一时一世 但不能在任何事情上 长期的欺骗所有的人 这就是林肯总统所讲的话 这些人的面目呢 总久 必定会暴露 而且他们的愚昧呢 也必定会 进一步的 显出来 这是讲到那些 在善爱的斗争当中 那些假的基督徒 假的传道者 这位对比的呢 是什么 是保罗用福音所生的儿子提摩太 保罗在这个提摩太后书第三章 第十节说 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 品性 自降 信心 宽容 爱心 忍耐 即我在安提亚 以歌念 路士的 所遭遇的逼迫苦难 我所忍受的是何等的逼迫 但从这些苦难中 主都把我救出来了 这个 老传道者 要从 纯正的道理 从生活品德 崇高的心智 以及经验的见证 这几方面 来培养 年轻的接班人 提摩太不但细心的 紧紧的从保罗 学习一些教育 并且效法他的人生风度 效法他的生活目标 以及各种的美德 这些信心 宽容 爱心和忍耐 正是在一个 嫌恶的时代 和艰难的 环境当中 为了保持信仰 为了发扬信仰 以及 四足爱人 所必须的 做门徒呢 是要付代价的 你是不是 愿意在今天 我是不是愿意 在这个时候 不管怎么样 还是跟从主 正在提摩太 但是追随着保罗 到处为主持见证呢 下面 我想请大家听首歌 我要跟从您 主耶稣 主耶稣 我也跟从您 任何藏 也都不及 与我何处 我必追随 我与你 要跟从您 主耶稣 我要跟从您 听听我 就接着你 自然中 人所愿意 我只懂 要跟从您 世道今 你满脱经济 犹如故 还宁愿意 我如草 你听过此路 我乐意 要跟从您 主耶稣 我要跟从您 听听我 要接着你 虽然永远 人所愿意 我愿意 我愿意 要跟从您 越南河 波浪 能修寂 如荫道 化全为你 与你为我 在天台路 我愿意 我愿意 要跟从您 主耶稣 我要跟从您 你听我 就接着你 自然中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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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做门徒 是要付代价的 二十世纪的 寻道者 Bondhofer 他在所写的 《门徒的代价》这本书 他说 门徒 定义就是什么呢 来 和死 当然 不是说上帝要每个人寻道 但他必须来到主面前 天天要把他的老我 定时在十足架上 而且也有必要的时候 当上帝呼召他的时候 或者 其中有一些人 还要摆上自己的生命 这个 在当日保罗 在游行步道当中 特别在小雅下一代 为主做工的时候呢 他曾经受到 严重的试炼和逼迫 在路市的 几乎被人打死 事实上 当地人也确实以为他真的死了 保罗在苦难当中 兼真不取 为了当时生活在那里呢 提摩泰呢 上了一堂 永至不忘的一个课 实在保罗身上发动呢 生命就在提摩泰和其他人身上发动 保罗毫无愧色的提到自己这些往事 和他留下的教宗 今天 他也为提摩泰能够紧紧的跟随他而自豪 而感到快慰 他又做另外一个见证 就是在一切的苦难当中 主都把他救出来 主并没有免去他儿女的苦难 但 使得他们的苦难当中呢 能够得到医处 并且给人留下榜样 主也在人的愤怒当中呢 成全他的荣美 把他儿女 在火药当中 炼尽而救出来 苦难有的时候 对我们似乎难以明瞭 但对主来说 一切都是有目的的 并非枉难 保罗根据历代圣徒和他自己的经历 也纵观了善恶之争的所有的历史 提出了两条重要的规律 第一 凡历是在基督耶稣里 尽全度日的 也都要受逼迫 因为全世界都握在恶者的手下 有人要反世界的自道而行 要逆世界的潮流而行 那当然会承受压力 会受到拯逼和苦难 任何人都没有例外 从义人亚迫 一直到世界的末了 都如此 连主耶稣基督也是这样 敬天的人 在不敬天的人当中 就好像眼中钉 肉中刺 使世界 使他们 都感到不舒服 感到痛苦 所以世界呢 就一定要驱逐他们 要除掉他们 圣经里面讲 光来到世间 世界上人 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 就不爱光 反而恨光 今天有的时候 在有些地区 没有灵性的斗争 平静的像一潭死水 是不是说明有真正的平安 还是因为丧世的敬天呢 没有基督徒 胆敢立志 效法 但以你 伊利亚 施西约翰 度敬天的生活 有没有呢 是不是因为 太多的基督徒 只有敬天的外貌 已经没有了 真敬天的内涵了呢 敬天 就是像 上帝的意思 基督徒 如果像世界 就不会被世界恨我 但基督徒 如果是像基督 又立志 不认识 忧喜 顺孽 不认在哪里 什么时候 都立定 之下 在基督里面 度一种 校学 和不无基督的生活 那么 等待着他的 就是苦难 和被迫 请您不要误解我的话 基督徒 不歌颂 不歌颂苦难 也不追求 逼迫 但是如果 你要按照 上帝的话 在这个邪恶的时代上生活 那么 等待着你的 一定是麻烦 困扰 困扰 苦难 和逼迫 如果我们了解了这规律 我们就不会以苦难 火炼的事业 为奇怪的事情 反倒会欢喜 相反 与世浮沉 同流合污 激活表面有一时的平安 舒态 但不一定很快就会破灭 保罗在苦难的学校当中 是个高年级的学生 他懂得苦难的许多深深的含义 但是呢 现在他又提醒提摩泰 做基督的门徒 苦难呢 是学费 我们说在属灵上呢 有的时候 我们像婴孩那样 小孩子怎么样 你给他一颗糖呢 它是 没开眼笑 你给他一颗珍珠呢 或者是给他一颗钻石呢 他并不懂得他的价值 他一定是先 捡一颗糖 同样上帝 有的时候给我们更大的恩典 更宝贵的经验 是我们 不理解 不丧失的 我们宁愿捡言那些 好像是甜蜜的 好像是 自己所欢喜的东西 其实上帝有的时候 正等待着把 宝贵千百倍的东西 要赐给我们 而有的时候 苦难就是 其中的一项 因为 信徒经过苦难以后 会有 会有 信心 盼望 安心上的场景 会有 对罪恶的 一种恋镜 会有 对 世界社会 撒旦 有更多的认识 会对 苦难当中人 有多一份的同情和体谅 你 你愿意接受 唐国 还是愿意 从上帝那里 接受火炼的金金 和 刚硬的 发光的钻石呢 保罗自从蒙昭以后 似乎从来没有脱离过苦难 一度呢 他以为自己的身上的刺 就撒旦的参与攻击他 而三次的求过主 求主把这个刺呢 拔掉 但主对他说 我的恩典 是够你用的 因为 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 显得完全的 所以保罗 听到这个话 虽然这个刺还没有拔掉 保罗 从今以后 就不再求主 把这个刺拔去 而是为了基督的缘故 就以软弱 凌辱 极难逼迫 困苦 唯可喜乐的 他当日 在路实的 被人用石头 打掉时 人们把他 拖到城外 门徒正围着他 诶 他就起来了 仍然走进城去 如果按一般人讲了 你从那个城里被打得半死 被人拖出来 你还会走到那个城去吗 不 保罗不是这样的 而且 第二天呢 他又和巴拉巴一起 对城里面的人 传福音 是好些人信主 好像没有 发生过昨天 那回事情 而且呢 保罗就兼顾门徒的心 劝他们 狠手所信的道 又说 我们进入上帝的国 必须经历许多艰难 保罗多年前 自己在亲身的经历 逼迫的时候 所领受的 现在 在他行将寻道的时候 仍然要作为教会史当中 一条重要的规律 一条重要的规律写下来 心里有 安苏 实施 可可心中 能盼望 而 人没有主 或者离开主 耶稣说 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而且剩下的 只是在心中的空虚和彷徨 我想 在我讲 另一条 属灵规律之前呢 请大家听一首歌 人若没有主 人若没有主 就像一条船 失去了掌握 吹风浪飘荡 生命无意义 生活无彷徨 避失了方向 走入歧途 但若有耶稣 但若有耶稣 生命的改变 有祂灵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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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若没有主 人若没有主 就像一条船 失去了掌握 随风浪飘荡 生命无地理 生命无地理 活成高 求主来掌握 臣命都光芒 人生到土下 要不温度 人若没有主意 就像一条床 失去了掌握 随风浪潦荡 正义无敌 生活不奔望 已失了方向 走入基督 人生到土上 要不温度 我无为何 谢谢这首歌带给我们很好的信息 人如果没有主 就好像一条船 没有舵 也没有方向 人若有了主 心中就时时有盼望 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 我就想起有一本小册子 是最近印出来的 也是我专门为听众朋友所写的 主耶稣与你 这本小册子 其中最后一章是讲到 耶稣所讲的一句话 也是一般人所不容易理解的 为什么耶稣是和平的君 为什么所传的是和平的福音 为什么他要使人与上帝和好 但同时呢 他又讲了这样一句话 默想我来要叫地上太平 这一章呢 我会阐述了一个属灵的真理 其实也是今天刚刚所讲的第一条属灵的规律 我整个从十个方面 从耶稣基督为什么到世界上来 他来招一些什么人 耶稣基督怎么样 启示了全辈的宗教 他怎么样又要赐人生命和丰盛的生命 并且他自己完成了成全了上帝的律法 不久的将来 他还要再来 然后呢 就讲到耶稣基督是道路 真理和生命 耶稣说 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面走 不过最后一章 我是讲 耶稣说 我来不是叫地上太平 你是不是愿意明白 耶稣这句话里面所带给我们的真理呢 如果你要这本小册子的话 我非常乐意地送给您 书上我也专门是为您所写的 当然 我讲这个不是说不为我自己写 也是为我所写的 我们相信耶稣 接受耶稣 最后要来到一个地步 你需要为真理 为主的缘故 要为义 可能要受到逼迫 受到苦难 如果你要这本小册子的话呢 请你写信来给我 我的通信地址是 香港邮政总局信箱 7600号 7600号 你也可以用香港邮政总局信箱 3009号 如果你有传证机的话 也使用方便的话 那欢迎您 使用我们的传证服务 我们的号码呢是 八五二二十五七六零一九 我重复一次 八五二二十五七六零一九 你可以写 旺朝收 旺就是希望的旺 潮水的潮 你说旺朝 我想得到 你所写的这本小册子 主耶稣于你 我收到你的信 我会尽快地 想方释法地 免费地为你提供这本小册子 而且 希望这小册子 能够帮到你 或者 你看完以后也可以 帮助其他人 不要忘记来信啊 好 下面呢 我要讲另外一条规律 什么规律呢 保罗说 作恶的和迷惑人的 比越久越饿 他欺哄人 也被人欺哄 敬虔度日的人呢 在肉体上 物质上 精神上呢 可能会遭受一些痛苦 被人看为 触景恶劣 但他的心地呢 靠着主总是光明的 平静的 既是 闷心无愧 也就心安理得 但那些表面 在世界上好像是得势的 好像是得福的 于一时的恶人 或者欺骗者呢 他们却在 纪念的路上 越走越远 心地 越来越硬 人品呢 也越来 越坏 他们自欺欺人 这个 是谎言自然的父 魔鬼的儿女 但上帝呢 从来不会受骗的 盖尔 巴兰 四美 大卫的儿子 亚沙龙 到头来呢 都落到了一个 可悲的下场 是的 有的人 为了心灵的美好 而承受肉体的回损 有的人呢 为了肉体的完好 破坏了心灵的成全 弟兄姐妹 保罗在这里指出两条属灵的规律 是非常有意思 而且到世界的末了 两极分化会越来越明显 作恶的逼越来越饿 而作为义人呢 他也是不完全 他们要在苦难的炉中 被上帝所修炼 而且呢 就好像津津那样 经过火炼以后 就发出更加滑美的光彩 这两条规律 如果我们能够掌握了 看到了 对我们很有帮助 保罗在这里所提的两条属灵的规律 他能够明亮我们的眼目 要进行度日 那么不要幻想 不会有苦难和逼迫 要在这个 善恩的斗争当中站立得住 而且能够得胜的话呢 就不要幻想 二人会放下屠刀 会立地成佛 但这两条规律又告诉我们 一人的路 好像黎明的光 越照越明 直到日伍 而二人所行的呢 是一条自以为正的路 圣经讲 至终 却成为死亡的路 一人要跟踪主 经过苦难进入荣耀 二人呢 要跟踪撒旦 经过大路破门 最后 进入尘美 弟兄姐妹 在末后的时候 在 善恶斗争 越演越厉的时候 但愿你我 把我们的眼目 专注在耶稣基督身上 让我们仰望他 仰望他 救必得救 下面 我想讲最后一段之前 再听大家听首歌 《我心仰望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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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仰在赌柔》里 救助耶稣 能求听我祈祷 将我罪过连处 使我从今到老 完全归处 救助上自宏安 祝我为我之心 把祈了床 祝祢为我自身 愿我爱主之心 天天热月楼梦 如火昌明 我心悦安睡着 有苦此天生地 求此的家 为我莫安为你 为我祂祢为祂 愿我愿意识 如常 一处无情 亲爱的弟兄姐妹 同工同道 在今天我们所领收的提摩太后书 第三章第五节末了一直到十三节 这个教训当中我们看到了 善恶斗争当中的真假传道者 真假受教者的表现 和他们的不同的结局的预示 今天在主耶稣基督再来前 可以说是末世的末期 上了斗争的更加扩大深入 过去发生在保罗时代的事情 今天非但是重演 而且是加剧 我们的眼目应当仰望 他为我们信心创始成中的主耶稣 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 就轻看羞辱 忍受十字架的苦难 至终呢 便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 之外我们有许多的见证人 保罗 提摩太 阿尼斯佛为一方 另外呢 徐米来 菲利图 黑摩奇尼 菲基鲁为另外一方 都在做出了正反两方面的见证 在教育着我们 应当要做出传道的人 应当要放下各样的重担 脱去容易惨离我们的罪 存心忍耐 本来摆在我们个人前头的路程 天国尽了 我们应当要奋发的 天国尽了 我们应当重新的现身 投入到末后这场空前的 属灵的大斗争当去 并靠着主能够站立的稳 而且还能够得胜 我想最后 请大家听一首歌 与主同行 与主同行 口中文集合 都应该活用 城邦都若远 尽陶 不得多 法心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各位亲爱的同工同道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 下次同样的时间 希望你另外介绍其他人一起收听我们 希望之生信徒培训的这个节目 一起来研究教母的书信 对我们有更好的装备 以至能够更好的服侍主 服侍人 下次同样的时间再见 感谢观看